哥俩雕刻完蜘蛛主体之后 又在土坑的墙壁上修出了一条通往顶部的台阶 随后他们去邻居二大爷家的竹林里溜达了一圈 顺手薅了几根竹子回来 他们将这些竹子加工成竹片 然后固定在土制蜘蛛主体四周 做成蜘蛛的八只大长腿 之后他们又用竹片围成了蜘蛛的大肚子 接着他们又跑到二大爷的后花园里 扣了点黄泥摘了点树叶 然后将他们一顿霍霍 得到了一盆黏度合适的泥巴 之后哥俩将这些泥巴 糊在了蜘蛛的大肚子之上 你问外面这层凉席哪里来的 去二大爷床上瞅瞅就知道了 之后他们又用泥巴捏出了蜘蛛的浓眉大眼 此时一只可怕的老狮子蜘蛛想要亮个响 给我看的三米长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哥俩还照着他的模样又做了几只小蜘蛛 简直多此一举 让我看会儿鸡哥缓缓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之后哥俩又跑到二大爷家借了点水泥 他们将泳池和蜘蛛身上都糊了一层水泥 给他们来了一个全身按摩 服务完成之后 哥俩又跑到二大爷家花园里 取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枝叶 接着就是一阵古道 一瓶瓶纯天然无公害的颜料就做好了